奇妙的感动 但愿你会懂 我愿和你唱着感动 亲爱的导师 导师好 姨腻长好 女者 超麻 家人 大家好 晚上好 好 很高兴有美丽的婚婚来邀约 太久没有站在台上来分享了 现在的我 如果有人叫我保护师 都尽量 因为我要堵肉 真的 因为我们以前真的肉太多了 现在我们做的就赶快做 这台超麻 我都不知道什么说 以前我们以前在国中的时候 在我的生命当中 这句一直弱印在我的心里 就是生活的目的 在增进人类群体之生活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 寄起之生命 从这句呢 其实我们在走入家庭之后 生了小孩 其实这两句话 被我都忘光光了 我也都不会再提起这个意思 那进了超麻之后呢 才知道说 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 那进了超麻之后才知道说 这个生命的地图是要由你去自己去创造的 那要好与坏 在一念间嘛 就要也不要嘛 老实讲了 要也不要 就在抉择而已啊 这么的简单 这么的思维的一个一念间 你都没有办法去做到 所以呢 我在当时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遇到超麻 那过去呢 三年来 因为说进来超麻的学习 才知道说 把自己提升的能量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我也很高兴 这一次为什么会参加 隔唱班 你看到是这么多的课堂 那我们去参与 那这一次能够选择 隔唱班的原因就是要演梦 因为小时候很喜欢唱歌 那也很喜欢 因为就是有那个学校 小时候就是有国小老师知道 知道 听到我们的声音 也知道把我们叫去当 去参与合唱团 那一唱一唱 咦 我们就开启了唱歌的之路 就好喜欢唱歌 那当然我们这个年代 我们要去比赛也很少啦 不过过这样唱唱唱之后呢 我们还没结婚之前就是 卡拉OK啊 那我还有一项强项 就是很喜欢跳舞 很会跳舞 所以呢生了四个孩子之后 其实都没有时间 去参与这些 那很多人问我说 你的孩子怎么进来超级生命运 我说 我也不知道我 我为什么会带路他们 再进来超级生命运 因为我以前发现说 四个孩子要陪伴 要陪伴之后呢 我觉得我的身教我很重要 当我如果今天 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没有被他看到 我的态度也都没有被他看到 其实他们的规矩 一定不会那么的相信的 相信说我真的要看地址 只观要行归蹈矩 这个观念 再年轻来讲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想要做得到 那我为什么觉得 在长大之后呢 四个孩子的教育 我觉得你看 我为什么很喜欢 让孩子学音乐 因为我觉得音乐可以讨议自己 可以讨议别人 所以我强制四个孩子 学钢琴 所以我四个孩子 都有设立到钢琴 尤其两个孩子 就特别的投入 所以老大爷会跳舞 那我们老三奇珍呢 也特别的会钢琴之后 声乐系他有做音乐方面的 所以呢 我一直 我觉得导师的音乐 为什么一定要去唱他 当我们每天的听到导师的音乐 唱导师的歌 那个能量都一直来提升 一直提升 那我记得 这个四个孩子 在参加我们导师的 拉斯维加斯回来的时候呢 真的他们的观念也都改变了 那我也希望说 透过导师的所有的方法 因为明明的方法你要去运用 那如果我今天没有切身的去做好他的话 其实孩子要跟着我进来的话 其实是蛮难的 那我教育他们的观念 因为路是自己要改变 所以呢 我在参加导师的歌唱之后呢 我每天就是去唱他 每天就真的在唱导师的所有的歌曲 现在新歌出来 就一直听一直听 那那个音乐 能量就一直在我们身边 一直在做环绕 那环绕就整个人的能量场 就会提升 所以我们身体的状况 就会减少很多 比如说我有那个乳糖 那个不耐症 所以以前我常常会拉肚子 可是我觉得发现 我们用导师的方法 去做应用的话 我觉得改变你的身体是很大的 那尤其我们导师的音档 我前两天听到导师的音档 那个扭转生命的宿命 我觉得那一集我听到之后说 我小时候什么我们都不懂 那长大也不懂 那我在还没结婚之前呢 我有个学长 学姐也是生了四个女儿 你知道吗 以前无知无女 然后呢我们也不是排斥他 我们也不是对他 发出什么样的讯息 只是听到他说他生四个女儿 我说哇怎么会那么会生 生了四个女儿 我跟他讲 这样的念头缓回来 生命的地图我改变了 我可能不用生那么 生四个女儿 我就这样子 哇 我这样子去 我并不是取笑他 可是我觉得 我们人是这样子啊 我们人的习性跟习气 有时候真的不懂事之后呢 人家发生这件事情 我们还有时候 对人家落井吓死 还是去取笑别人 还是去怀疑别人 可是呢 真的你这个讯息出去之后呢 真的会缓回来 缓回来在自己身上 所以自己也人生四个女儿 谢谢 这个真的是 我有一点想起 我记得很天天导师的音档的时候 那个美国的Amy问导师之后 我说她有一个朋友生了四个女儿 然后她的一个朋友这样子 取笑她之后 她自己也生了五个 我们说真的 我们真的是 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我们导致说 爱出去要爱返回 可是我们这个念头不是好的念头 也是返回 所以生命地图可能就这样改了 可是我可能 我觉得我也是这样 我可能生命地图本来不是这样 可是呢 就是因为一个念头 就这样出去了 然后Penty也说 你看人家生几个女儿 我看你给你也生几个女儿好了 对啊 就这样出来 所以我们 我们现在在超马学子之后 我们才知道说 我那种怎么懂的 爱出去 我们爱回来 我们不要有那种恶言相向 不要有那种怀疑的念头 如果你这样念头 真的回来的也是这样子的念头 所以我觉得 当导师的音档 方法复物在我们百分之 一直在听的话 其实我们透过导师的音档 我们就会可以 改变我们的习境和习气 那再加上我们怎么堵肉 我前几年的 留掉那么多钱 我觉得我也是 一直要想把它赚回来 可是我们人的习境习气 如果没有确实的改变 其实没有办法堵肉的 导师那个音档 我还听了一次 一集之后 他怎么说 他说 你这外面接了三个人 然后回来对老公是二眼相向 这个我常做 我觉得 我常常出去外面 这样子发出啊 然后 然后回来 莫名的对老公就是很不爽 我觉得这一点我常常 我常常就在 因为听了导师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 我昨天 我昨天 我是前天听到这一集的音档之后 我昨天啊 我彻底的改变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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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为什么你留掉那么多那么多的经历 因为你的能量场不足 你的埋怨 你的 还有你的对老公的态度 是不悦的 当你不悦他的时候 其实那个能量场就反对老公了 所以我却发现说很多的能量场不平衡 是自己造成的 所以我一直在认真的思考 我们人生为什么为了我们的习近习气 没办法彻底的改变之后 干扰了我们呢 所以我们真的 我们要沉盛沉显这个道路 如果只有你的一个念头不对 其实我们真的就退步了 学如那个溺水行踪和静则和扣 所以我常常觉得 发现自己的习近习气 干扰我太多 所以我就一直反思的 去监导自己外 我觉得导师的阴导 我一直抓来听 我每天就这样睡觉前 就一直听听到睡早 睡早之后呢 当我又听到一句又醒来 那一句就好像是在针对你 我觉得好妙的神奇的事情就发生 真的会让我们那一句 真的要你检讨的那一句 老师就会显现出来 所以我的蛋蛋鸡 我都是就叫我一样放着 我都一直一定晒耳机 然后一直听到我睡早 听到我起床 然后起床之后呢 我听到那一句好像是我要检讨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 真的在我们的行处作业当中 导师交代给我们功课 不要理手 因为他真的帮助我们 让很多很多要走 沉盛沉险之路 因为有时候一面间 就会干扰到我们了很多 所以我对四个孩子 即使像我现在四个孩子 那三个真的我们老大不讲 因为他真的当体育老师之后 也满满的 那老师也特别拎我 也要对老大 那特别的把他拎你一下 因为在他的生活当中 会比较盲目的 有时候被红尘会老心 那其他三个呢 我觉得他们在弟子规 弟子规的那个教育里 真的我觉得也是我学习的对象 因为灵魂不生不灭 也没有跟灵魂 所以呢 他今天有缘来当我们的孩子 我觉得我们是互相 那我觉得夫妻 夫妻真的是最难难我们圆圆 我觉得夫妻每天在对弈 真的这一点是真的 也是在考验我 因为我也知道 我嫁了一个帅老公 我一直觉得说 我老公真的蛮帅的 因为年轻到老 他觉得他有他的味道 其实我也很欣赏他的 因为他要学一样东西 他就是很投入很投入 比如说他学老师的歌曲 他可以吹到不吃饭没关系 我觉得他的 他的意味 那我学习的地方 可是呢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相处久 模式久了 有时候知道他的梗 我们就有时候会挑起他的毛病 那挑起毛病的时候 觉得老师真的教到我们 要看他的好 现在我觉得 清场听一听老师说 为什么要堵肉 为什么要止肉 才知道说 因为我的习近习气 溜掉太多了 所以才知道说 我过去溜掉了一千多万 我怎么要补回来 你现在过去的千年载 我都不知道了 所以也不用去想他了 所以我到现在 我不会想说我过去有没有掉很多 那现在要补的就是要止肉 不能再把我的能量都掉 因为你只要埋怨生气不愉快 然后呢 导致自己的能量产减少的时候 其实很多问题就是产生了 那唯有就老师讲的 几项功课 你还好地去做他 所以还好地照镜子 我觉得照镜子 这个是一门学的 你每天早上起来 真的很满意自己 我觉得有时候就问我自己 问我自己说 我满意我自己 我没有变得很漂亮 我就一直这样子来 讨自己说 今天我们变得特别的很美 特别的有精神 有时候你看我们年纪到了 要把这个水来 这个水来这个电话很难 我说 又不敢老师说 要自然法则 我们又不敢去割算笔 看东西也是很累 而且我们现在年纪了 也是老花眼 那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 对我们的相 有时候真的是会很在乎 因为你相有心生 相有心生 你的相真的会让影响我们整个心情 所以呢 老师叫我们造性子真的很重要 那态度决定于高度 所以我觉得态度也是真的 让我要真的认真的去学习它 因为没有好好地把态度矫正的话 其实我们永远这个缓解都不会变的 而且我们再讲的就是福气 因为我觉得在外面你再怎么好 回到家还是要面对的是最亲密的一个人 尤其是我们有家庭的 有先生的 有老婆 这一方面我们就特别的要去圆一圆 因为今生没有圆 再来一次的话 会很辛苦 因为重复演的是逢成绩 还是在演 演这场戏 我相信如果每个人进来超马的时候 就说我不要给你这一场戏 因为太辛苦了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越远越殊胜 那用导师的方法 那每天他要把心法做到位 那当然我们也要利用导师的大型的讲座 来参与 来接你 这个真的得资量真的很大 我觉得看到我们很多学员 他们的发大念之后 能够有很大的进展 也是我们能够认真的去执行他 那当然是有的人是真的 不要量力而为 没有把自己身边自己的问题搞好 那怎么搞好 真的要习性习气 要特别的彻底的去搜索 因为地址里面才有办法 把我们生活的环节 一步一步的去搜索 因为我觉得回到家 那我们再怎么样在外面再高 再怎么回到家 还是要去学习去我跟小我 因为我们的我字太大 才会引生这么多的弄地 那我相信我们自己也知道 而方法修行之后 才知道说我们过去有多少的千年代 那我们又有千年制约来到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 让大家来学习 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把握 在这一世能够在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里面 让我们更加的幸福 因为这幸福都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所以我这两天听到导师的音档之后 我确实的把念头转了 所以我现在不敢随便花笔气了 真的不敢花笔气了 像我今天 我今天出去回来 我就在思考说 我等一下念到我老公 我要怎么跟他说话 因为有时候真的 因为我们的习近习近 看到他 我真的要讲出好一句话的时候 就有时候会很真的 那当然导师说 你要指后就是只有这一点 你就是要用欢喜心来接纳 接纳我们最亲密的人 那所以我今天 因为觉得很多事情都是 有导师来教导我们 所以我觉得很感恩导师 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名师 不跟着他真的 今生是枉费来当我这个人 真的 所以我一直期许自己要 扒着导师不放 一定要扒着导师不放 因为他真的让我们学习很多很多 带领走我们 帮走我们的人生 这一点我觉得让我进来超好 是我唯一唯一的出入 所以以上是我简单的分享 谢谢 stoked